据香港媒体报道 6月12日凌晨 中国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 在香港的四家陈列市与服务中心 被发现遭人破红击 壮闸门等破坏 这四家店分别位于 千砂嘴中京金融中心 元朗雄伟工业大厦 湾仔和天水围 比亚迪香港代理 TCM联大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施先生亲晨访回元朗陈列市 了解被撞扎的损毁情况 施先生称 比亚迪的销售成绩理想 而歹徒在短短三小时内 接连破坏比亚迪四家陈列市及服务中心 相信并非一般寻仇事件 估计歹徒有可能是针对整个比亚迪品牌 期望警方高度重视这起事件 接拿歹徒归案 元朗汽车营运总监崔信泉表示 遭破坏的陈列市及服务中心 都装有闭露电视 案件已交由警方调查 预料兼杀嘴 湾车的陈列市与天水围的服务中心 经清理由期后 可在星期一或星期二13日恢复营业 但遭撞扎的元朗陈列市 则要数天后才能重开